方法,把它删除 那我要怎么快速的把它 第一个,我先来讲一下有关快速放缩图 那我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的话,它就快速的帮我把它放到这个里面 而且并且最后我多贴心的加了一行 Range A1.12 因为它会一直往下放 放到最后,你游标是在最下面 最下面有时候你还要再 从头看的画面 因为你使用者还要再拉回去 我觉得不贴心,所以最后我就写这一行 但这一行加不加无所谓,可是加的会更好 那首先的话,我大概跟各位讲外部的档案 第一个,我外部档案放哪里? C叠底下的桌面上,我有个目录叫APP 不过,你们这个一句 解压缩的时候,我可能要检查一下 好像会多一层,一个APP里面还有一个APP的目录 所以多一层,你恐怕它会找不到 OK,所以如果路径没问题 第二个的话,还有个地方 这里,我们前面的 这个练习的时候,是没有这个更目录符号 但是这一题可能要自己加一下 要不然的话,你还是要再把它加到哪里?加到这边 因为我这边好像没有特别写 所以我刚刚自己也遇到 奇怪,怎么一直都跑不出来 原来我这边好像少了一个这个 要不就是你加在这里 要不就是你加在哪里?加在这里 OK,我们前面是加在这里 只是说因为 因为我有的时候 不过,所以我自己写成字也要写同意一下 所以如果你以后写,不然就写这样 可以同意一下 我等一下再把它改过 不然的话,自己也会发生 错误的原因是因为 自己每次写的都不同意 当然就会产生一些问题 OK,这边的话就不要 你不能说两个 OK,所以这个路径一个反斜线底下的所有的 PNG档 那接下来的话,所以这个都一样 就是找里面的PNG档 因为里面是放PNG,不是JPG 再来的话要做什么? 再来就是说我要设定它的那个所谓的 宽度跟高度 那预设的宽,预设的高 有没有,它其实 这个宽度高度 假设预设不是这样,你要去改它的宽跟高的话 记得 你第一个 它的高度的话 假设要设100的话 那有一般我们是全选 然后把这个高度 按右键有没有,它这边有列高 列高如果要多少的话,它有个数字 比如说100好了 100,Enter 这个动作的话,其实在VBA层次叫Sales 里面有一个 属性叫Row High Row High的话就是它的高度,等于100 那再来的话A栏 A栏的部分的话,比如我指定A栏 那就是Colors这个物件 A,有没有,是指的A栏 里面的Colors,Wheels 它的宽度 大概就是给多少?给按右键这边有个栏宽 大概给个18 大概这样 OK 那我 可以透过这两行去调整它的列 它的列高跟它的栏宽 这两行 OK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什么? 再把图一个一个找到,所以这边有个DIR 前面讲过 把那个档名抓到,所以理论上的话呢应该会先抓到哪一个?抓到我们的那个 桌面上假设第一个,比如说我今天抓到的是这个 第一个这个叫做 什么?如何从那个 银格式 那假设这个找到之后的话呢 一样就是什么?帮我加到 这个Essale里面 加到Essale里面的话呢?其实主要是利用 在这个物件,哪个物件呢?Active 就工作表物件底下有个植物件 叫做Shop Shop Shop是植物件 有点像什么?有点像 Range 也是 叙子的植物件 比如说我的工作表 底下有范围 或者是工作表底下有储存壳 工作表底下呢有画图形的功能 然后我给一个叫 AddPicture 顾名思义 那AddPicture后面要给6个参数 而且这6个参数是一定要给的 那我怎么知道一定要给?按F1 其实你会发现它跳出来 就跟你讲说我要6个参数 而且6个参数都必要必要,全部都必要 那所谓的必要就是说你不能空下来 那前面呢有些我们没有加没关系 因为它是 选用的,选用就是可加可不加 所以6个都要的话 那当然你可以看一下 我是有参考一下它这个有一个sample 比如说要放哪个路径 然后处处 处处是什么?反正你再查一下 然后它的什么呢?它的宽跟它的高 它的Lapture是 左上角的位置 Tub是 那个 左上角的这个Lapture 应该是 等于是它的水平位置 Tub是垂直位置 宽度跟高度 那我就把它设定一下 那我就是从 从0开始 0就这个位置 所以第一张图从0开始 那Tub的话呢 你会发现这个 我是给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在哪里? 你会发现 变数预设值是0 所以意思是说00 意思是说这个位置是00 那我下一张的话就在这里 那因为 这边到这边的Raw high是100 所以我就给90 90 为什么给90 因为90到这边而已 中间这边有空10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这边有空10 然后这边总共是100 这一张图就是90 这边到这边也是90 这个点的话 这个就是00 00的话指的是这个点 它指的是左上角那个点的坐标位置 所以 在下一个点的话 那这个应该是多少 0 有没有 跟这样 对 水平位置还是0 然后 垂直位置呢 这边跟这个一样 100 所以0100 所以你会发现 我后面Tub的位置 加100 意思是说让它往下100的位置 帮我放在这一点上面 然后 一样是90 所以放下来 又是90 然后再往加一个 那90 有没有 所以理论上 换下一个换下一个 直到 全部没有维持 有没有 就OK了 然后呢 游标再放回到第1个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 所以其实陈生应该 没什么特 主要应该是 Add picture 这个可能是 比较新的 然后 比较特别应该是 Tub这个 就是往下放 Tub指的是 它的那个垂直的位置 一直往下 OK 那不过这个坐标轴跟我们之前理解那个十字的作用不一样 我们是 Y轴越往上是正的 往下是负的 但是这个是往下是正的 OK 往下是正的 往上才是负的 刚好颠倒 OK 这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 那个X轴的话 往右是正的 跟这边是一样 所以只有Y轴 刚好颠倒 OK 这可能注意一下 那再来的话呢 我要怎么 放那个 缩图 缩图放 放这个位置 这边就放 B栏 所以我这边 前面层次都一样 差别只有就是说我的Net 把它变成多少 100 110 实际上 这边到这边18 不过特别注意 那你想说老师这边到这边18 为什么这边110 他这个18的单位 跟 18不是像素 跟你的单位不一样 所以其实18 其实理论上就差不多100 所以我就再把它加个10 所以这个单位不一样 所以这个单位不等于这个单位 两个单位不一样 所以这个也是容易混淆的 OK 那我们就100 然后一样的方法 让它往下放 多一个什么 多一个它的超连结 所以超连结的话 特别注意就是 叫做Hyperlink Add Add到哪里呢 Selection 特别注意啊 Selection这边为什么会 加这个主要是配合什么 配合这个 Active Sale 我多用了一个方法 叫做Offset 这个Offset 主要就是 向下移动的意思 这边刮无一意思说 我要把这个储存格本来在这里 帮我向下放到这里 这Offset就向下 点Slate就是向下移动一个 向下移动一个 向下移动一个 如果向下移动之后的话 那这个 就会产生它的位置 就是Selection Selection的话呢 就是我要放超连结的位置 所以呢 理论上第一个会放这边 就放这里了 那在Offset就换下一个 就把这个超连结再放到这里 再放到这里 这一招其实还蛮好用的 当然应该还有别的方法 不过我想到最简单的方法 就用Offset Offset的就是向下 那特别注意 Offset的刮无里面 它其实1的话指了一列 豆点我记得好像后面还可以再放蓝 也就是你可以向下一列 然后后面的话是 向下移蓝 比如一蓝的话就1 豆点1 就是向下一列 这也向下一篮 可能变是斜斜的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这样的话呢 就把超连结的 什么 它的 PASS 跟它的那个 SFile 就是它党名 就把我放在这里 那我需要的时候就把它点下去 然后就可以把它开起来 OK 这样的话就是一个hyperlink 那我们就完成 这一题部分 最后其实 应该也差不多了 不过 还要把它删掉 怎么删 其实这边特别重要 这个是三文字 三文字比较简单 Sales.clear contents 但是如果你要删掉里面的图 其实我找很久 因为为什么你要点它 点它 点它按delete 如果在ECEL里面 干脆就直接用个for each 什么叫for each 就是 在这一个工作表里面的每一个的意思 每一个什么呢 每一个只要是图形方面的物件 都帮我找到的意思 不然的话 我要每一个每一个去找它 太麻 我干脆每一个都删掉 所以 我就找到之后呢 帮我把那一个 假设它找到应该是这一个 就先变成一个 SW的物件 然后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